子宫颈癌案例 2017年8月因月经不调就医 确诊为子宫颈癌2B70癌低分化 先后三次去北京各大医院想做手术 但都说无法手术 只能化疗放疗后装 9月份就医接受24次放疗 疗程结束却呈命危状态 放疗前体重59公斤 放疗后剩50公斤 腹泻每天坐马桶进半天 食不下只想吃水果 异常疲惫行动迟缓无力肢体冰冷 白细胞几乎没有一点几 家人健壮也不敢让我继续化疗 因接触过原始点 于2017年11月10日去原始点工艺站接受条例 1.每周两次三次全身按推 2.严格按原始点理论饮食 杜绝一切寒凉 3.姜汤 有机干姜片每天50克 逐渐加到140克 4.24小时温敷 白天红豆袋 晚上电热毯加红豆袋温敷 5.爬楼 腹地挺身 瑜伽 拉筋 深蹲 拜佛 有体力就运动 6.每天听经文法 用感恩的心 面对人 事物 保持良好心态 爬楼 从每天五层楼三趟 渐渐增加 50天后 每天上下午各15趟 65天后 就上下午各20趟 刚开始喘得很厉害 一周后 整条左腿开始痛 痛到有时 我担心爬楼时 腿会掉下来 我没有跟志工说 咬牙坚持 两个月后 后腿突然不痛了 到现在也没有痛 爬楼也不喘了 调理期间大量出汗 白天还好 晚上要换好几件衣服 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四个月后 晚上再热的红豆袋 也不出汗了 睡眠也好了 住院期间 我的足乳疼痛 胸温脚冰凉 用原始点按推后 志工把我上下 用红豆袋包住 都不热 一个月后 突然发现 脚不知何时 开始不凉了 胸痛 胸温也消失 离癌前 我感冒后 哮喘要整个月服用 安茶减 才逐渐好 调理期间感冒一次 当时是每天 干姜片80克 加15克有机姜粉 分两次服 感冒两天康复 也无哮喘 原始点 真是让你在 不知不觉中 恢复健康 我现在 能吃能睡 重了五公斤 有体力 每天开开心心 家人都放心了 家人都后悔 当初逼我化疗了 我已加入原始点 这个爱心大家庭 愿有生之年 尽最大能力 帮助更多的人 感恩张医师的大爱 感恩原始点的志工们 你们的付出 不只帮病人解决病苦 更拯救了患者的整个家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